李靖磊与王力宏离婚争议延烧多日 先前因王力宏带着三名男子仕途闯入家中 引发各界论战至今未果 然而另一方面昆林与周杰伦即将迎来第三胎 成三宝爸妈和谐模样相当幸福 近日就有网友提到昆林和李靖磊同是天王嫂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的状况 双方的结局却是天差地远 话题引发网友大量讨论 有463万粉丝的娱乐博主于文叔叔提到李靖磊五年三胎 昆林七年三胎 同样是嫁给天王一个鸡飞狗跳 一个幸福安稳 他认为最大区别在于婚后昆林并没有完全停止自己的工作 有继续时尚代言和美甲事业 虽说周董并不需要昆林争得几个钱 但是对于女人而言 有事业和没事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网友并不买单这样的发言 有人点出李靖磊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 明明有大好前程 却为了相夫教子 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五年生三胎哪里还有时间搞事业 且实际上李靖磊在婚后有没有继续事业 网友们也并不清楚 所以不能只看表面 毕竟别人家中到底幸不幸福 只有家里的人才知道 另外也有人点出更大的问题是 在南方周杰伦愿意出钱投资昆林的事业 相反的王力宏却连房子都要用租借的给李靖磊 也许从一些小地方就能看出差异 男人的错就该男人担 不该托女人下水 贴文引发多方论战 但多数网友都认为 国主的发言是拉高周杰伦 采低王力宏的行为 毕竟家内是无人知 呼吁该民国主话不要说得太满